上午8點半發布 台灣附近海面風浪漸強 新北市烏來 今天也已經降下好雨 梅花現在移動速度已經放慢了 在東部外海滯流期間 導致明後天北部 東北部雨勢更大 我們帶你來聽聽 氣象局最新的說明 我們目前針對台灣北部海面 台灣東北部海面 以及東南部海面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在颱風影響期間 今天一直到星期三 北部東北部地區 是最主要的降雨區域 提醒在這邊的朋友 要特別的留意 在下午5點的時候 颱風中心已經來到 台北東南方 大約350公里的海面上 過去幾小時 颱風中心強度 又稍微增強了一些 不過七節風暴風半季 仍然是維持150公里 今天白天 颱風移動的速度 已經減緩了 我們預估 今天一直到星期一 星期二 都會以比較慢的速度 從我們東方海面北上 因此星期一星期二兩天 是最接近我們的時候 而颱風正在靠近 我們來看一看 已經造成的降雨狀況 從早上到下午 原本早上的北部東北部的降雨 在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降雨的情形 不過當然最主要的降雨區域 還是在北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北台灣的降雨 尤其山區的雨很大 最大的降雨狀況 我們從表格來看 最大的降雨是在新北市的烏來 已經有281毫米的降雨 再來則是桃園的復興 有156.5毫米的降雨 這種情況我們可以看到 降雨會持續下去 然後我們來看看雷達回坡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降雨 就是今天颱風 它的外圍環流 一波一波已經造成了降雨 我們要提醒大家 颱風移動的速度慢 未來在明天後天 更為接近的時候 外圍環流會更綿密的影響我們 而且一波一波的外圍環流中 我們可以看到有暖色系的 這些雷達回坡 暖色系的雷達回坡 一旦移動到我們上空 就會帶來瞬間的強降雨 早上到目前為止 新北、新竹、桃園山區 都有出現石雨量50毫米上降雨 甚至新北山區、桃園山區 還有七、八十毫米的石雨量 只不過隨著外圍環流離開以後 所下的雨就稍微減緩一些些 至於明天的天氣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豪雨特報 到目前為止 新北山區和桃園山區已經出現了局部性的豪雨 我們也預估今天這兩個地方還是會有局部性的豪雨產生 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宜蘭地區、新北到新竹 還有台北山區和台中山區也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大雨或豪雨的區域會隨著整個外圍環流的影響 雨勢的變化 我們會隨時做調整 提醒大家要隨時參考我們最新的預報 至於明天 北部、東北部的降雨是更為的明顯 一整天都下的陣雨 甚至其他各地隨著雲系飄入 也會有短暫性的陣雨 而明天北部、東北部和中部山區 還是會出現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 這樣的降雨狀況 要在星期三 颱風逐漸遠離以後 降雨才會逐漸地緩和下來 剛剛我們看到了海面上的風 也看到了雨的狀況 但我們另外還要提醒大家 就是沿海的強震風 今天白天一整天 我們在台南以北 沿海地區已經有觀測到6到7級的平均風 至於強震風 台中、嘉義、雲林的沿海地區 還有花蓮以及澎湖有8級的強震風 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 強震風的狀況會越來越明顯 我們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東北部、西班部沿海地區 澎湖和馬祖還是會有8到9級的強震風 颱風間外環流在影響我們 明後兩天最接近我們 不論是風浪已經增強 或是沿海的強震風長浪狀況 都可能影響到我們的活動及安全 這部分特別留意 另外雨開始下 尤其提醒北部和東北部的朋友 今天一整天的雨 在星期一甚至星期二還是持續下 中間除了連續的下雨以外 還會伴隨一些瞬間的強降雨 提醒北部和東北部的朋友 特別留意降雨所帶來的不方便 以上